我这要记录怎么样把这个纸箱折好 这个纸箱是在美国买的 台湾我想没有这种东西 它这种就是你可以拿起来搬家的时候 或者是收纳东西都可以用 好先把这个打开 它这个有图说 这边跟你讲 1 2 3 4 5 6 那我以前按照这样折过 我觉得蛮弹折的 因为就是它虽然有这个顺序 可是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卡 所以后来因为用的 这是我第3包 每一包大概有10个 所以这在我经过的大概起码20个过 那所以我现在已经很习惯 它的这个组织是怎样的 所以我现在就先开始弄 我发现是你猜到它没有完全 看看 第一个应该是这一个 这个先进去 A进去 然后就这样这两边下去 如果我看不懂 那你就要 如果看不懂我的做法的话 就要安装它这样1 2 3了 好 然后我先这样 下面这边 里面是这样子 就是已经 最底里面这一层进去了 然后刚刚我放了这两个 然后呢 就要把这拉起来 然后把B跟D B跟D往上先拉 感觉上是这样 A先站起来 把B跟D拉起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A放下来 这个大致上已经成功了 这个大致上已经成功了 然后再把这两边压进去 把这个两面压进去 把这两边 放进去 打洞的这两边放进去 然后再两个一拉 这个上面纸箱 下面这个主要的纸箱就完成了很快 那这个我想就不用特别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般应该都有办法折吧 有点像折纸一样 你就是把这个先弄一下 像这样子一个大盖 我一边先做 这样子 这边好了 好 那这边差不多就好了 那这都不用粘胶 就是说你在美国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干燥 所以我觉得这种纸箱 又大小又比较好用 就是你收在架子上 或者是要放一些比较 书啊 因为书如果放很多非常的重 所以这个大小不要太大 这个纸箱的话我觉得蛮刚好 你放一点书 然后你放一点杂物 我都可以用 那我喜欢买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它的大小都一样的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 有一些它的包装 它卖的是有大有小 就是你可以搬家用 所以有些可能比较轻的东西 像衣服啦 被子啊 它会给你很大的纸箱 可是我发现 如果一居家使用的话 这个牌子就是差不多 15成20成10的 就非常的好用 这个记录